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今天的全国投票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道 大家最喜欢看金钱道 因为金钱道总是这么有了精神 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呢 就是说最近市场上弥漫着一种很奇怪的气氛 每个人都跟要死不活一样 我说的是这个业内 我在来录影的时候遇到很多同业 每个人都不知道在叹什么气 好像是早上都没有工作可以做一样 那我觉得打从一开始可能策略就拟定错误了 因为市场上80%的人现在心里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有520所以这个礼拜没有量 因为没有量所以没有股票可以做 对不对 是你们想法 我觉得有这个想法的话 基本上非但是认输了 而且你会错失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机会 我先从你们心里的想法去做一个延伸 大家你想想看 如果现在这里散物都不进场 那么在这个地方创新高的股票 是谁买上去的 一定不是简单人物 对不对 那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这是因为要互盘 不想太难看对不对 所以生计股拉一拉 你要小心哦 等到那个蔡英文在讲那个演讲稿的时候 生计股就出一出啦 就跟以前小马一样啊 小马出来讲中概的时候 讲两岸就把中概出一出 都出到高点 这一次说不定 生计也出到高点 那我觉得投资朋友们 这种假设性的一种异象 有的时候你把它看得太重了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讲得很厉害 好像股神一样 大家拍拍手很有道理 今天我听到那个最夸张的是什么 两种现象 三种可能 七种结果 那个讲稿的内容 有一中没一中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 国中高中 我告诉你 你都在猜啦 我们今天把这个话 再把它做一个延伸 你猜中了又如何呢 对不对 假设你事先看过演讲稿 对不对 我假设的嘛 我乱掰的啊 或者是说假设蔡英文要讲什么 你完全猜中 那又如何 你猜中了你就知道现在要涨什么股票吗 搞不好你还猜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会把这个脑袋放在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上面打转 这就是分析师跟操盘者最大的不同 所谓的分析师是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上天下地无所不知 解盘真是一级棒 你知道很多老师解盘真的很棒 很棒 连我看了我都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感动 郑老师怎么会这么会讲啊 我觉得很奇怪 这么会解盘的人 为什么做股票这么烂啊 你都搞不清楚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实战是另外一回事啊 我来解监的盘之前 我来跟各位讲我们金钱道的风格之前 我还是告诉各位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的金钱道风格是周周20万的精神 那你判断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对的方法只有一个啊 你有没有赚到20万啊 如果没有你讲再多都没有用 那如果讲再多都没有用 投资朋友们你要赶快来想尽办法 回到赢家的行列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这句话 我当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不是很了解他意思 我现在真的完全了解 股市就是这样子这一句话 我们来看哦 有的人盘整的盘 不会做 他说他赚不到钱 有的人下跌的时候也没有赚到钱 上涨的时候你还是没赚到钱 那到底什么时候赚 你说大盘压回没有股票创新高吗 很多啦 那不管这个盘是要弹上去再杀一刀 或者是直接打底做回升 先弹再说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一定是 一定是要实际下去操作 简单来讲就一定要拼 解盘是没有用的 那你今天来讲的话你看 开地就走高吗 是不是符合我说的先谈再说 这当中的机会很多啊 520这周有什么不同吗 有什么不同 520这周有什么不同吗 答案是 除了放假之外 每个礼拜都是五天 每个礼拜都一样 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不同 会不会因为520所以多一天 会不会因为520所以少一天 不会啊 520 620 720 820 920 通通都一样 每个礼拜它都是五天 周周二十万的行程很简单 在五天当中找到一档股票 有7%的空间 300万的资金7%就是超过20万 这叫周周二十万 会不会因为它是520 没有五天 只有四天 或是它有六天 通通都没有 时间永远都是最公平 每个人每个礼拜都是五天 包括你 法人大户小户散户 通通都一样 每天交易都是四个半小时 它最公平 看你怎么去用 你要浪费也是浪费 你要发呆也是发呆 但是如果你认真做呢 你一定找得到一档股票 在一个礼拜里面 有7%的空间 对不对 像这个礼拜就是生计 大家都知道是生计 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到 有的人就在那边讲啊 哇生计这样生计那样 这个终于就是指标 当心哦 终于在520的时候 我要先出一趟 如果这样 如果那样 可是搞了半天怎么样 终于一大堆买盘都是来自于外资 根本就不是那一支啊 所以讲了这个根本就不合理了 那有人说520啊 这个8年前520是大跌啊 16年前520那跌更惨啊 那这次520是不是一样要跌很惨啊 那我跟各位讲了 2000年的时候政党轮替 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网路泡沫 2008年的时候政党轮替 次级防贷泡沫 我问各位一件事 现在政党轮替 你看到美国有什么泡沫 也就是说这个盘你如果真的要崩 你也得美国崩嘛 你不是台湾换个总统全市就可以崩嘛 你不要把台湾 有时候大家真的太有趣了 我解释个故事给你听啊 假设你们家隔壁有一只狗叫了三声 结果呢 过了五分钟下大雨 隔天呢 你们家隔壁这只狗又叫了三声 你以为会下大雨对不对 错了 只是他们家族又回来了 就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 当时间凑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做无止境的联想 那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除非你能够看到美国有一个崩盘 像2008年一样崩盘 像2000年一样崩盘 NASDA腰斩在打六折 对不对 问题当时有什么 宾拉登派的飞机去撞那个双子星大楼 你要遇到还真不简单 除非你跟我讲 你知道有人要去撞那个新的 美国的什么什么建筑物 不可能嘛 所以不要想 我告诉各位 有一些事情叫做什么 它叫做猜测 它叫做妄想 它叫做期待 现在台湾的投资人谁不期待大点 对不对 8000点9000点你不会做 要是有朝一日回到5000点 我一定大买 废话 每个人都这样想就回不去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 务实 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幻想 上看一万多少 一万二一万三 不切实际 下看5000下看6000 不切实际 台湾现在就很简单 9000 8000 7000 8000 9000 8000 7000 8000 9000 8000 7000 8000 9000 就这样 你就只能在这个区间里面 那你怎么做 完全是个股表现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我都做不好呢 很简单啊 没有人带你去选股啊 而有啊 我的股票 我们老师选的啊 问题是你涨了以后才追啊 你要找到一个老师 带你再起掌点进场 来找我 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开春以来 2月15号 到520这个礼拜 足足过了13周 你知道代表什么意义吗 你知道13个礼拜代表什么意义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达到周周20万的目标 你非常认真的去把它执行 13周已经260万 那我现在就问你啊 从过年到现在 你赚到260万没有 很多人不但没有赚到260万 赔260万回去 三月的时候很好做嘛 三月的时候不用技巧 你敢买就赢了 星象大赚 双红 对不对 去年第四季大赚 对不对 会赚科大赚 随便买什么都赢 结果呢 如果你追到高点 原本小赚变大赔 会赚科死多彩 双红跌多深 超重 跌到六千不认 妈妈都快要不认识了 你看那个同志 你如果同志追到高点了 追到500块以上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6238 胜利 每一档股票都挡挡大跌 大跌 重挫 三成四成 一大堆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就是说 我们讲 很多人在今年 本来是赚的 结果呢 吐回去倒赔 为什么会变这样 因为你没有把握到 周周二十万的精神 你是在一档股票赚到钱了以后 你看到大赚 你以为每个月都可以这样大赚 可是你错了 股票涨多就是要回 回了以后换别人涨 永远都是这样 所以你在一档股票大涨的过程当中 你以为它会再涨两倍 所以呢 尝到苦果 那周周二十万的精神 刚好相反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你一次咬一口 一次吃一口 一次存二十 一次吃二十 一档赚二十 一档做二十 把握这个原则 你就不会去追 已经大涨了股票 你看 13个礼拜 每个礼拜 档档都有代表作 你如果每个礼拜好好的 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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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六了啊 因为13周是多少 四分之一年了 已经一季过去了 一个月四个礼拜 三个月就是一季 所以四三十二一季已经过去了 一千万的目标 你应该要达成四分之一了 所以达成目标的人 现在是怎么样 笑呵呵 他根本就不会去管你什么五二零 我告诉你 周周二十万的目标 重点就在于 当别人都放弃的时候 你才更应该要努力 因为你拿到的二十 是别人没拿到的 当大盘子底完成 你就已经赢人家一大步了 等到别人才要来追 不好意思 你的五百万已经在口袋了 这就是一次咬一口的目标 这是一次咬一口的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你这次会发现到 我们金钱当然推翻市场上 所有传统的这种说法跟做法 反而大胜 为什么 你看以这个礼拜来讲 我们今天讲 很多人认为大盘会大跌 真的吗 我看这个盘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知道吗 首先我们来看创新高的股票 聚集讲多久了 对不对 聚集讲多久了 今天还是在创高啊 高档附近徘徊 虽然昨天的高点没有过啊 可是怎么样 维持在高档区间 这行进间换手 有没有创新高 有嘛 对不对 那创新高的股票能够创新高 如果最弱势的股票也能够止跌 是不是代表大盘的指数 基本跌不下来 没错嘛 我们来看到 大家最诟病 今年第一季 什么 获利衰退 对不对 四月营收不好 大家都说哇 台湾有出事的哦 今年第一季 怎么大家普遍衰退 可是我告诉各位 如果普遍衰退真的是问题 那你的新闻公布出来以后 是不是应该要再跌一段 那代表怎么样 市场认为第二季会更差嘛 代表你持续衰退啊 可是你看哦 我们以热身来讲 第一季EPS剂减九成 是不是很严重很危险很可怕 刚才死也一样吓死了啊 九成耶 大哥啊 可是哦 我们来看到 这张股票公布也就反而是怎么样 开低走高 也就是说 这什么解释 原本大盘中高档压回 反映的就是今年第一季的一个欠加 消息见爆了以后反而见到低点 前波低点没有破 拉上来 刚好说了一句话 这表示什么 市场对于第二季并不看淡 要不然它就下去了啊 你看哦 不是我这样讲而已哦 你看同志啊 同志昨天不是一个新闻吗 说这个营收物质啊 可是EPS不变嘛 大家以为这个不是利空的利空是利空啊 开低了以后被拉上来 我问各位 这个地方谁把股票抢走了 你仔细看哦 这个位置啊 昨天开低走高以后 我特别打一个信号 你当心哦 当心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 遇到拉回的低点哦 今天再创一个短线上的反弹 那来说明一件事 最弱势的股票没在跌的啊 创新高的股票创新高 跌最深的股票它不跌了 那你说这个指数能够跌到哪里去 很难嘛 那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想尽办法来赚呢 对不对 有的时候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媒体一直在讲520 也没个答案 那我问各位哦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大家普遍的想法 哦 因为没有量所以我休息 等到520以后量回来我再来做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哦 万一台湾以后都没有量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高不高 它存不存在 我告诉你股市当中任何可能性都存在 你说现在没有量 我告诉你搞不好以后越来越没量 跟我0没关 那你怎么办 那老师 我现在不会做 我以后更不会做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啊 任何的借口都是借口 你说没有量 你说低量 难道盘面当中没有股票涨吗 一定有怎么可能没有 所以现在的目标不是在于等待奇迹 什么叫等待奇迹 等待520以后出现的盘式大反转 量能滚滚而来 我告诉你痴人说梦 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让你自己适应一个低量的环境 你看我们适应了没有 当然适应了啊 首先第一个 利空当中你要注意哦 它随时有可能怎么样 在低档进行一个反转 果然我们说对了吧 再来呢 我们看到 如果连利丰这种最弱势的股票 都出现指纹 那就代表什么 市场上过度悲观了嘛 交易策略是用来避免人性上的盲点 你悲观不代表市场真的悲观啊 如果你真的那么悲观 为什么股票跌不下去呢 那你就要用交易策略来弥补 交易策略告诉你 这个盘跌不下去 你该怎么做 当然是要想办法先赚这个礼拜的20万啊 周周十万就是交易策略 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每周都遵守 每周都顺利达成 现在到年初到现在为止 四三个礼拜 一千万当中已经两百六十万在你口袋 对不对 当你口袋有两百六十万的时候 你还会在乎520吗 当然不会啊 你会心里想说要不要买一台更大的电视 看看到时候升旗给你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告诉各位 赢家跟没有赚到钱的人 他的逻辑是完全不同啊 你解盘 有的人很会解啊 那你没有赚到钱 基本上你当不了赢家 所以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做法 既然大家都知道生计 你会真的下去买 不要只出一张嘴 有的人就在那里讲 我没有买生计啊 因为生计股 拉上来以后 五万零过后就要跌下去了 这是有些人的讲法 你可以认同 你也可以不认同 为什么 两天后就知道答案啊 可是我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你知道吗 因为这叫做嘴上论战 有一群人说 这个拉只是为了520 让小英好看 让小英帅气 然后呢 生计股拉上去 等到小英讲完演讲稿 就有人要出一趟 对不对 那不知道是谁 这事实上也不知道谁传的 也许有人自己在那边幻想的 好 不管 反正两天之后你就知道答案了嘛 那另外一种人呢 就会觉得说 提出这种见解的人好厉害 你一定是股市明灯 你已经做好几年了 你根本十年的经验 好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 你提出这种见解 假设你真的很厉害好了 现在已经礼拜三了 从礼拜一到礼拜三 请问一下你已经赚多少了 结果呢 我这样子一讲 有人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 老师 我还没有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生计谷辣假的 你无聊就废话嘛 你讲半天 没有赚到钱 你如果说礼拜一你去追忠欲 对不对 你准备礼拜四出 我还给你竖起大拇指 算你一条好汉 光出一张嘴 像我们不一样 周周二十万的重点在于 你一定要下单交易 既然是生计谷 好 我们来看哦 4108 看一下王小姐 好感动啊 当时的位置在哪边 再来看一次哦 34块五毛 80张 为什么80张 300多万啊 今天早盘开高全出 再来看一次哦 34块半 到今天早上再创新高的4108 38块半 一张价差多少 4块钱 4千块 80张 三十几万 去头去尾 扣掉那个没有卖在高点 这个礼拜二十已经达成 准备下一档 所以你看我们跟别人最大不同在哪边 股票市场是要来操作来交易的 不是来解盘讲故事的 我蔡振华最大的不同点在这边 全国公开做见证 那一天来进来跟我们一起 买怀特的 你早上出调是不是出在今天早盘的高点 有没有成功你自己讲 全国观众见证 有人来拿股票的 有人来做到怀特的 你大家去告诉大家 不管你台北高雄云林嘉宜 你就出去告诉人家 为什么你这一档怀特可以成功 很简单啊 我跟蔡老师做的 你看我们 我会不会跟你抱怨什么 520这个礼拜没有量 跟你讲说一个可能两种结果 三种 三种 这个什么过程 没有 我会不会跟你讲说 如果蔡英文的讲稿有提到什么 如果蔡英文的讲稿没提到什么 如果下个礼拜这个样 如果那个 我告诉你只要 如果 可是 假如啊 在你的心中萌生念头 对不起你已经被骗了 为什么 代表你根本没有下去做 那你没有做怎么会有20万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实战派 认同我们的理念的话 我告诉你 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每个礼拜都是工作天 你才有可能周周二十 不要再相信那些鬼话 来找我 看清楚哦 如果一种概念是无效的 那两种概念加起来有没有效 不得了了 不但有生计的概念 还包括新南向政策 为什么你不能在终结的国家做生计呢 当然可以 重点在于哪里 你开始找了没 我已经开始找了 也找到了 准备上工 又要准备下一档 这就是我们周周二十万 只要388 七月开始起算的风格 没有一天休息的 我告诉各位 每个礼拜都是工作日 认同我们的理念 欢迎利用专线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口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大华国际局部 2362-8000 2362-8000 2362-8000 2362-8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而拍气密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好 我们来看到 刚刚刚说过了 精华你可以看到 这股票在这边涨不寻常 今天果然创新高 那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有一种现象隐然出现 如果很多散户不愿意进来 代表买的一定是特定人等 所以呢 我认为高价的族群 你要注意哦 今年有可能会出现 第三或第四档千元股票 这两年哦 我认为千元的股票将不止两档 越来越多的高价股有机会 因为为什么呢 资金开始少数化其中嘛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忠誉 很多人说这个忠誉是因为这个总统概念哦 但是我要提醒你哦 最近这几天很多是外资买的 外资的话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 对不对 不要瞎掰一些那种市场上的流言蜚语 好不好 不要去听信那些什么马路消息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汉维科 果然有我们所提醒的哦 你看打一个底型出来又回到千元 下一档 金测啦 为什么 汉维科不是那个电子数的检测设备 半导体嘛 金测就是半导体耗材 对不对 越来越多了哦 我跟你讲哦 今年会有很多股票 有机会挑战四位数哦 我现在是跟你讲真的哦 过去哦 我们都知道哦 如果真的要赚大钱的话 什么叫赚大钱 三百万要赚到一千 一千要赚到五千 你要增加上益的话哦 大型股跟高价股是少不了 周周二十万是你的第一步 你的人生需要第一个一千万 你拿到一千万以后 你就要准备挑战五千万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怎么样呢 也进入那个 有一个所谓的大部位大size的高价股时代 所以今年其实有这种机会 你要好好把握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绿合 这种就是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在发酵了 尤其你在东协的国家 你有市场或是你有这个厂房的哦 或是你耕耘布局已久的 都算在东协的概念股里面 那我今天要讲一个全新的观念 如果你两个概念从比 你又是生计又新南向 那最棒的 一次二十万一挡二十万 不贪心的人反而拿到全世界 现在就定下你的目标 这个礼拜你成功了没有 看到我们成功的机会 投资朋友们 你难道不心动吗 周周二十万没有休息 每个礼拜都是机会 只要三八八 七月才开始起算 五六月份我招待 明天早上带你进场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大陆国际 大华国际投赋 2362-8000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和世卫机商盒 08-09-096-111 08-096-111 现实优惠 先抢心灵 HyperNet YourNet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城堡条件 付出事